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位爱我们的主 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们要收尾俊ých 希望我们yle kom 海磁 år大 沈额 方能无罪了 这牛犊出于以色列 是匠人所造的 并不是神 撒玛利亚的牛犊 必被打碎 他们所种的是风 所收的是暴风 所种的不成荷架 就是发苗也不结实 即便结实 外邦人必吞吃 以色列被吞吃 现今在列国中 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 他们投奔牙树 如同独行的野驴 以法连汇买捧党 他们虽在列邦中汇买人 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 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 日渐衰微 以法连增添祭谈取罪 因此祭谈施他犯罪 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 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 至于献给我的祭物 他们自食其肉 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 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逃他们的罪恶 他们必归回埃及 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 建造宫殿 犹大多造坚固城 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义 烧灭其中的宫殿 第九章 以色列啊 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 因为你行邪营离弃你的神 在各股场上 如妓女喜爱赏赐 股场和酒诈 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 新酒也必缺乏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列却要归回埃及 必在亚树吃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 即便垫酒也不蒙悦纳 他们的祭物 必如沮丧者的食物 凡吃得必被玷污 因他们的食物 只为自己的口腹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在大会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结局 你们怎样行呢 看啊 他们逃避灾难 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 魔父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 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 必长吉林 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 以色列人必知道降伐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明说 做先知的是愚昧 受灵感的是狂妄 皆因他们多多作孽 大怀怨恨 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 至于先知 在他一切的道上 作为捕鸟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 以法莲深深地败坏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 追讨他们的罪恶 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黎皮尔 专拜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一样 至于以法莲人 他们的荣耀 必如鸟飞去 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成韵 纵然养大儿女 我却必使他们丧子 甚至不留一个 我离弃他们 他们就有祸了 我看以法莲 如推罗栽于美帝 以法莲 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 交予行杀戮的人 耶和华呀 求你加给他们 加什么呢 要是他们胎坠入肝 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 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地上 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 不再恶爱他们 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以法莲人受责罚 根本枯干 必不能结果 即或生产 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 我的神 必弃绝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 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第十章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果子越多 就越增添祭坛 地土越肥美 就越造美丽的住相 他们心怀二义 现今要定为有罪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毁坏他们的住相 他们必说 我们没有王 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 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为立约说谎言 起假事 因此 灾法如苦灾 滋生在田间的离沟中 撒玛利亚的居民 必因伯亚文的牛犊金口 崇拜牛犊的名 和喜爱牛犊的祭司 都必因荣耀离开他 为他悲哀 人必将牛犊带到亚树 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 以法连必蒙羞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 至于撒玛利亚 他的王必灭墨 如水面的墨子一样 波亚文的丘坛 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 必被毁灭 荆棘和吉林 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 他们必对大山说 遮盖我们 对小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以色列啊 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时常犯罪 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 现今驻基比亚的人 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 临不到自己 我必随意惩罚他们 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禅 列邦的民 必聚集攻击他们 以法连是寻粮的母牛犊 喜爱踹骨 我却将恶 夹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使以法连拉套 犹大必耕田 雅各必爬地 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益 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等他临到 使公益如雨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 收割的是罪孽 吃的是谎话的果子 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 仰赖勇士众多 所以 在这民中必有哄嚷之声 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 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 拆毁伯雅比勒 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 因他们的大恶 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到了黎明 以色列的王 必全然灭绝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 召出我的儿子来 先知越发招呼他们 他们越发走开 向朱巴黎献祭 给雕刻的偶像烧香 我原教导以法连行走 用绑臂抱着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 是我医治他们 我用磁绳爱索 牵引他们 我代他们 如人放松牛的 两腮甲板 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 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比临到他们的诚意 毁坏门栓 把人吞灭 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我的名片要被盗离开我 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 归向至上的主 却无人尊崇主 以法连啊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弃绝你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 怎能使你如喜饼 我回心转意 我的恋爱大大发动 我比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以法连 因我是神 并非是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 子民必跟随他 他一吼叫 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 从埃及急速而来 又如鸽子 从亚树地来到 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 以法连用谎话 以色列家用轨迹围绕我 犹大却靠神掌权 向圣者有忠心 以法连吃风且追赶东风 时常增添虚晃和强暴 与雅树立约 把游送到埃及 耶和华与犹大争辩 必照雅各所行地惩罚他 按他所做地报应他 他在腹中 抓住哥哥的脚跟 壮年的时候 与神教力 与天使教力 并且得胜 哭泣恳求 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 耶和华万君之神 在那里小遇我们以色列人 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 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 经受仁爱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以法连是商人 手里有诡诈的天平 爱行欺骗 以法连说 我果然成了富足 得了财宝 我所劳碌得来的 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 可算为罪的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 你的神 我必使你再住帐篷 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 我以小遇众先知 并且加增末世 借先知设立比喻 激烈人没有罪孽嘛 他们全然是虚假的 人在吉甲 献牛犊为祭 他们的祭坛 好像田间梨沟中的乱堆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 以色列为德妻服侍人 为德妻与人放羊 耶和华借先知 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 以色列也借先知 而得保存 以色列大大惹动主怒 所以他流血的罪 必归在他身上 主必将那 因以色列所收的修筑归还他 第十三章 从前以法林说话 人都战惊 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 但他在侍奉巴黎的事上犯罪就死了 现今他们罪上加罪 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 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 都是匠人的工作 有人论说 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轻嘴 因此 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又如速散的甘露 像场上的康比被狂风吹去 又像烟气腾于窗外 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在我以外 你不可认识别神 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 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 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 得了饱足 既得饱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我 因此 我向他们如狮子 又如豹 浮在道旁 我遇见他们 必向丢崽子的母熊 撕裂他们的胸膛 在那里 我必向母狮吞吃他们 野兽必撕裂他们 以色列啊 你与我反对 就是反对帮助你的 自取败坏 你曾求我说 给我立王和首领 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 治理你的在哪里呢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 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 以法连的罪孽包裹 他的罪恶收藏 产父的疼痛必与他身上 他是无智慧之子 到了产期不当迟言 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 救赎他们脱离死亡 死亡啊 你的灾害在哪里呢 阴间啊 你的毁灭在哪里呢 在我眼前 绝无后悔之事 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 必有东风刮来 就是耶和华的风 从旷野上来 他的泉源必干 他的源头必结 仇敌必掳掠掠 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 萨玛利亚 必担当自己的罪 因为背逆他的神 他必倒在刀下 婴孩必被摔死 君父必被剖开 第十四章 以色列啊 你要归向耶和华 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 跌倒了 当归向耶和华 用言语祷告他说 求你除尽罪孽 悦纳善行 这样 我们就把嘴唇的剂 代替牛犊献上 我们不向亚树求救 不骑埃及的马 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地说 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 得蒙怜悯 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立巴嫩的树木扎根 他的枝条必延长 他的荣华如橄榄树 他的香气如立巴嫩的香薄树 曾住在他印下的必归回 发望如五谷 开花如葡萄树 他的香气如立巴嫩的酒 以法连必说 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官赦的 我耶和华回答他 也必顾念他 我如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 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 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 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 一人必在骑中行走 罪人却在骑上跌倒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